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们邀请了12位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时光美人 共襄崇洋盛宴 4位服装设计师组成4大战队 来完成本次时光大秀 曾参与奥运会 世博会等 多项国家形象服装主创设计工作 中国服装设计最高奖金顶奖设计师刘薇 凝结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 让中国的高级成衣绽放国际秀场 高级成衣连锁品牌朱立仁 甜甜 荣获多项设计师大奖 亚洲新锐先锋设计师品牌朱立仁 创意独立设计师 造型师李威 复原700余套古代装束 装面 作品被各大博物馆收藏 国内独家古代服饰复原团队设计师 胡晓 他们将作为四位特邀时光朱立仁 和马帆叔周亮一起走进十二位时光美人的岁月华章 时光衣橱一本记录光阴的相册 三二一走 一份跨越流年的礼物 它是一个芭蕾裙吗 衣橱是时光的调色盘 勾勒出妈妈们的生活轨迹 我的全是奖牌 身材一定很好 现在就是比较艰难的时刻了 双选配队 四位时光朱立仁 根据妈妈们的风格和故事 邀请心仪的时光美人 加入自己的战队 时装绽放 我喜欢你 四位时光朱立仁 及十二位妈妈 将以四大战队的形式 分足比拼 联手打造一台 时光不败美人的时光大秀 面对十二位风格迥一的妈妈 时光朱立仁 将如何化解难题 这个是我的秘密机 谁又将摘得最后的 时光美人大奖 经验时光的战放舞台 即将拉开序幕 在前两期的节目中 八位时光美人 各自加入了心仪的战队 目前四大战队 各自还剩下一个席位 本期的四位妈妈 将和哪位时光助理人 成功配对呢 要喊姐 瞧我这张嘴 老师可爱你了 对吧 宝宝 敬请期待 惊喜即将揭晓 接下来我们还是 请出我们的时光美人 来聊一聊这些 时光美人的时光秘籍 和他们的时光故事 好 那我们打开 时光美人的时光衣橱 来 藏在时光衣橱里的时光秘籍 展示妈妈们重要服饰 和物品的时光衣橱里 将会蕴含怎样的故事 这是球衣吗 对 我这连碎花在球衣 元素好多呀 运动的 这个姐姐应该 至少应该在70岁左右 70岁左右 对 这个衣服很有年代感 刘老师现在已经能够 根据衣橱判断年龄了 嗯 对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 运动爱好者 看看我这边的衣柜 有异曲同工 一看就是瑜伽服的材质 有运动习惯的 这个就是职业感了 故事服 后面两件就跟她前面反差很大 旗袍 就是我摸过很多旗袍 我觉得它会比一般的旗袍的料子 要厚很多 比较老的那种织颈段的那种材料 觉得它是有点年代感的旗袍了 可以让刘老师通过这件衣服 判断一下年龄 年龄应该在60岁左右 我觉得也是 这位妈妈年纪不会很大 嗯 来吧 时光礼物 一一揭晓 含了一袋 所以现在可以确定她的职业 是一个有运动习惯的护士 我觉得会是这样 嗯 我这个这么沉啊 是吗 哇 怎么了 这么高的高跟鞋 差不多得有15 得有15了 得有15 这位妈妈能驾驭15厘米的高跟鞋 我觉得那这就是一抄模了 这就是抄模了 咱们就请出咱们的这两位 时光美人 我叫王沛 74周岁了 我最开始是运动员 60多岁才开始走梯台的模特 我的秘籍是挑战自己 永攀高峰 我叫吴伯涛 今年54岁了 我的主要职业是护士 健康的生活方式 就是时光不败的一个秘籍 真正的美是源于内在的 健康才是美的根本 大家好 大家好 王阿姨和吴阿姨 欢迎 欢迎 要喊姐 要喊姐 哎呦 要叫姐 瞧我这张嘴 王沛姐 对 那双高跟鞋往那一震 我们就对您好奇心就来了 你一定是一位大摩 对 我是这个退休以后 一直在学模特 一直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 所以这个鞋 是我其中的一双鞋 我今年三十嘛 我已经不会挑战了 我穿上我就会觉得 我的脚和我的膝盖 我都觉得不舒服 尤其是您还要挑战 那么高的高跟鞋 第一次穿的那个鞋的时候 是一边一个人 扶着 就去跟踩高鞋一样在走 慢慢地也觉得自己 觉得可以驾驭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什么磨脚 磨破了 什么这个常有的事 但是我觉得 也没打退堂鼓 有一句话叫什么 健康的理念就是折腾 人生在于折腾 对 就是不断地挑战自己 那您在驾驭这些高鞋之前 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我是职业的篮球运动员 在这个之前是小时候是练舞蹈 我特别喜欢舞蹈 我特别想去当一个舞蹈演员 在这个练舞蹈的过程当中 同时期这个篮球教练到学校去选运动员 那个男老师看着我跳得还可以 这么高 男孩子都没你高 他都没我高 就同时那个时候就把我 选中我了 就去打篮球去了 那个年代没有这么好的天天 是地板的场地 一个星期有一次到那个地板场去训练 就是在那个图场里头 一摔的话 那个膝盖上就落疤痕 有一次 啪的那个擦在那底下了 整个那个小腿全是那个沙子勘的里头 到医务死去 医生给他弄出来磨点酒 第二天照常训练 然后到了冬天 那个球上全是血印子 就是还咬着牙 还要按照教练的要求 去把这个训练课完成 到了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我们国家引进了花样游泳 我当时是因为平时 我们经常搞一些文艺活动的时候 我是积极分子 就说那让王沛去当领队 就让我到花样游泳当领队 我非常喜欢这个项目的原因是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舞蹈的元素在里面 正好有一个机会 那个领导说 那你来当教练吧 我胆子也挺大的 我就接下这个教练了 干了以后 就干到国家队当教练 我在当这个教练的那个阶段 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 我每天的晚上 除了看一个新闻联播以外 听音乐 选音乐 剪接音乐 然后想编动作 一年要编五套动作 搞经济体育 你一努力 可能你都闹不了这个最好的地方 你要是不努力的话 你肯定什么都不顺 就很佩服您这种 不给自己设限的精神 对啊 对啊 我觉得这个 就是要不断地挑战自己 这个特别是退了休以后 自己依然还要努力 依然要对自己充满信心 依然要有自立的状态 真好 王佩姐 现在是不是 还是会特别关注 中国花样游泳队 对啊 今天都冠了 奥运冠军 当时看了吧 看了 当然看 这两年 其实我们国家队的 花游队的表演 一直都在代表中国元素 对对对对 非常棒 真的非常棒 所以很多很多 像您这样的人 在中国体育的发展路上 他们在做尝试 在做奠基 才会有现在这些体育 发展的好菜 会让更多的人看到 我们中国女性运动员 在赛场上 去展现像王佩姐一样 丽与美的结合 那接下来就到 我们涛姐的了 我的主要职业是护士 第一次听到 还有主要职业 对 那我们要听听 次要职业是什么 我多年来也一直兼职 从事着瑜伽 健身 普拉提 才艺师 心理咨询师 等等这些职业 将近是二十多的 一个资质认证 二十多张资质认证 对 一生 您的经历很充沛 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跟健康有关系的 像我们衣服人员 他不仅要复利治病 其实更重要的叫防病 防防于未然 其实才是对健康最好的 一个方式 刚才我打开您的这个 时光礼盒的时候 我看到 但里面放了个弹力弹 这个小小的弹力弹 它其实用处还是蛮大的 给我们展示一下怎么用吧 可以邀请周亮老师 一起来展示吗 我就是那个反面叫柴的示范者 来 双手伸直 然后手臂往下延伸 肩背要打开 手臂延长 不要耸肩 对 然后慢慢地往上 慢慢 慢慢 举过头顶 放往侧 对 可以吗 很好 特别棒 老师她没举到耳边 她已经很好了 为什么我抖了 陶姐 您帮她 帮她轻轻地压一下吧 已经麻了 对 这样挺好 她可以治疗肩周炎 她可以消除肩膜的疲劳 我还真的 真的有点肩周炎 那这个动作 你可以常常练一下 好 然后可以促进脑部的供许 姐姐 我想知道 我这什么时候停 你觉得你很累了 你坚持不住 你就放下来 好 那咱们第二个动作吧 很简单 就这样就OK了 就这样就OK了 这不难为我吗 就看得出来 这肯定不是一日之工 对 可是我很好奇 您平时在医院工作 肯定很忙 还要自己进修瑜伽 健身等等 你这工作之间 怎么来进行结合 治疗 理疗和养生 其实就是我们医夫人员 该干的事情 我在理疗科上班的时候 我看那些康复的动作 那些治疗的动作 其实是跟我们的瑜伽 健身 普拉提等等等等 它都是相关联的 当时我就想 我能不能把这几个 健身的方法融合在一起 于是我就专门还跑到北京 学习了理疗瑜伽 学完以后就回去做了一些实验 结果就效果特别好 然后我就跟我们的副长 科主任就反应这个事情 后来就在医院的理疗科 开设了瑜伽室 就针对于康复病人 和我们医院的职工 进行一种理疗康复 或者是养生 您其实是我们十二位 时光美人当中 年纪最小的一位 但是您会把健康养生 看得最重的一位 我们经常讲防治防治 可能在现在您的心里 一定会觉得防比治更重要 对对对 所以您会特别想把养和防 推广给更多人 对对对 那女儿会很养生的这种吗 以前的话 都喜欢吃那个汉堡啊 杂鸡啊 什么冰冷饮这些东西啊 她一吃我就在旁边练导练导 好好吃饭啊 垃圾食品啊 小孩都不吃 二十睡觉啊 不要去熬夜 她就很防躁嘛 后来她就慢慢长大了 就身体偶尔出现一些小毛病 她这时候她就觉得 妈妈说的是有道理的 然后回过头来 她就照着我说的去做 然后就是身体 就是也那些小毛病 也慢慢消失了 哎 然后我就非常的欣慰啊 我觉得涛姐 对女儿的这个唠叨 也是咱们每一个人妈妈 想要对我们说的话 其实也不是说 非要想把自己 对于健康和养生的概念 硬要传输给她 其实是妈妈的担心 对对对 是妈妈的爱 每一个妈妈的最大的愿望 一定是 我希望我能一直陪着我的孩子 最健康的快乐的每一天 这样我们之间 互相陪伴的每一天 质量都很高 嗯 对 你们发现没有啊 这一组时光美人很不一样 性格 然后自己的生活方式都很不一样 差异化 这就体现了 因为你们肯定要提案 但是跟谁提案 在了解时光美人的故事后 四位时光主理人 将对心仪的时光美人 发出组队邀请 并进行装造提案 时光美人最终将如何抉择 这两位姐姐气质都那么好 我都觉得很有信心 去把她们的形象做得更好 涛姐的这个理念特别的好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机会 能够让大家更多的真正的 从源头去看待 如何保持健康 保持美好的状态 刘老师您有想法吗 没有什么反选的空间了 涛姐去了我们的李老师的团队 是这个意思吧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 另一位阿姨了 其实刚才听到两位姐姐的这个 真的都特别让人感动 我觉得这个王沛姐姐 她真的是不涉陷 我感觉就是 对年龄不涉陷 对自己的爱好不涉陷 我觉得你的风格也不涉陷 对 所以如果我要来帮你去打造呢 我觉得也是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尝试 我希望能给她打造一个 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风格 我也是这个什么都喜欢啊 不断地挑战自己啊 接下来的才是重头戏 好不好压力给到各位啦 在最终的时光大秀前 将会有一个市装环节 时光主艺人将会为妈妈们 打造怎样的专属装造 刘薇老师 我早到这的时候就看见了 身后满满的中国红 对 因为我们玫瑰战队 就是主打中国红 这次 太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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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很吸引我 我要看一看 像一凤凰一样 我希望能够从造型上面 比如肩膀上的 一些小的飞檐的 一些小翅膀的造型 然后从整个的款型 上面的造型 希望能够展示出来 他们本身自有的这种 大气 优雅的这种形象 我觉得王沛姐姐 是能够驾驭这套衣服的 我在这个穿衣服这方面 也是在不断地挑战 不断地接受 过去我们那个年代 特别简单 但是后来特别是 到了这个模特队以后 就不一样了 很多这个新的这种东西 不断地在我脑子里输进来 我觉得我也应该挑战自己 我太喜欢了这个 我希望能用中国传统的艺术 给你打造一个 现代的一个造型 然后咱们期待一会儿的 这个时装绽放 好 我也很期待 我还记得这个 跟吴姐姐互动的时候 我这胳膊还在酸 所以我在想 今天咱们的服装 健卜健康 养物养生 我觉得是非常符合 吴姐姐的气质的 对 吴姐姐她是一个 很多年的炼鱼家 普拉提的一个姐姐 她的气质 体型 仪态都特别地好 所以我呢 给她选了一件白色的 水绒蕾丝的 这种扩形感的礼服裙 也是心中式的感觉 吴姐姐快 比划比划咱们 哇 我觉得好喜欢 第一眼就很喜欢 这个面料 它是水绒蕾丝 它是非常精致的 一种蕾丝的工艺 一般我们看到蕾丝 会比较垂软 这个蕾丝就是很挺阔 它的手感会更有骨架一些 其实它上升以后 它是非常大气的一种心中式 很酷的一种 多漂亮 嗯 还有一点 中式的交领的感觉 我最喜欢的就是 新中式 对 古典加一点点 就是时尚的元素 对 我很期待 吴姐姐上升穿这个效果 会有一个小惊喜 身形跟样貌都很有风格 我觉得 在服装的表现上 会更传达出一种 它的那种特质 我觉得吴姐姐眼 眼睛非常好看 就她五官都很精致 很耐看 很有风格 对 这种折叠度 这种骨相啊 高挑的鼻梁 然后深邃的眼窝 我觉得真的 真的特别好 我想把吴姐姐的那个发型 做得更有形式感一点 像个龙卷风一样 但是我不知道 这个好不好实现 没问题 我都能给您实现 您想要什么样 我都能给您弄成什么样 我可以看一眼吗 可以啊 真龙我就挺喜欢这个的 我也喜欢这个 刚才我就想说 在云南的时候 我还是喜欢一种古典的造型 因为我喜欢传统文化 茶叶啊 中衣养生啊 一句我们中华的一个传统的理念 我觉得这个演戏的风格 就是您战队的标志 我觉得咱们可以主打一个这个 而且这个纯色也挺适合的 虽然变得滑 我喜欢温旺一点 这个造型很好 只是有点不大适合我 我觉得这样的妆容 配白色的衣服 特别高级 真的特别高级 对 然后我就想想这样的一个 就是温柔有一股力量 对对对 然后你发型再有些形式感 我们为她的妆发的设计也是 多加了一些心意 觉得还是挺大胆的一个造型 挺挑战她日常的那种形象的 李渭老师 是一个顶级的造型师 我是很期待的 没问题 我都能给您实现 您想要什么样 我都能给您弄成什么样 我再简单试一下啊 要一个龙卷锋吗 龙卷锋 我这看看感觉 可以 其实造型也很有意思啊 对 每个人这个对这美的定义 就不能太局限了 就是说在生活当中 要发现不同的自己 这样会生活更加丰富 有乐趣啊 对 头发还挺好 这一段你不用编三鼓 像我那样用两鼓 我这就是拧的 拧的 两鼓起来才好看 它才有那个花 三鼓就别了 对 这么一流一流的 一会儿拿花椒再捏一下 那我觉得还是没有我的那个花好看 你捏啥花 我就是两鼓 但是那个花的这个地方特别明显 我一会儿就拿发椒这块 每个都稍微捏一下 捏一下 就一流一流一流 就出来了 因为我想要你这个就是能有这种毛那种感觉 往后飞那种这种劲儿 那个就是有点小家必育的 对 对 另外一种感觉 那个就是年纪大了 我觉得发型要比较利索一点 卡着卡着去 每个造型师他的想法都不一样 他的理念也不一样 我很期待 我自己挑战一下 我从来没有做过的造型 这一粒一粒就出来 好看 我觉得这摆得挺好 谢谢 我觉得这样就行 就飞扬一点 能配合着这个 这个羽毛 起来的地方 对 你就穿上衣服 整个人是往上走的 稍微加深一点 就是那个眉峰那块 就眼睛边上这块可以稍微来点红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对 就是那种四乱非乱 验收成果的时候到了 最终的造型 会让时光美人们满意吗 来吧 王沛阿姨先出场 王沛阿姨出场 大家一定看 一定是飞出来的 那啥 你看 三 二 一 挺满意的 我觉得这衣服特别好看 就是中国人对这个凤的理解 就是一种美好 吉祥的这种感觉 浴也很好 样子也很好 而且也很时尚 所以我很喜欢 这个托尾 这个托尾是全场人都要聪明 来做的一个托尾 漂亮不漂亮 好看 我们都失语了 好看的 您站着我们都不想说话 对 谢谢 我也觉得很好看 这个灵感是凤凰吗 对 我想打造的就是 历经岁月 然后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的这种感觉 就是本身王沛阿姨 因为她之前就是有运动员的 这个相关经历 她本身特别挺拔 她特别挺拔出来的时候 你真的会有那种凤凰鱼飞 傲视天下的那个感觉 非常美 所以整个战队当中的 三位队员的风格 其实是会有一个互相的 一个呼应的 对不对 对 三个都是以红色为主的 所以我们要用 中国红致敬非遗之美 就是中国简直 好看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李薇姐这一边 我们的吴伯涛阿姨 这件衣服是很漂亮的 装也很漂亮 这件衣服是很漂亮的 我希望更美的自己 更好的领练呈现出来 我得认一下 认识了 是吧 对 我认了一下 所以我愣了一下 要不是提前知道 这一边是吴伯涛阿姨 我确实出来没太感人 我觉得有点不像我了 尤其是这个发型 就很有创新性 薇姐给我们讲讲 吴伯涛阿姨的这一身造型的灵感 吴姐姐特别想要尝试 心中式的风格 所以我们这一次还是在我们 星辰的这个战队里面 白色 特别抢眼的一个颜色 然后很符合她自己本身的 那个优雅的气质 然后这件连衣裙就是非常好的 体现了她曼妙的身姿 她静止在这里的时候 像一朵安静的昙花 走起路来的时候 就是很摇曳 很多姿 很妩媚 这个耳环呢 其实你还记得我们的李奶奶吗 她是那件紫色的脸裙 对 她们相互之间 是有一个色彩的呼应的 是一个系列的组合 会觉得你这件衣服 选得很内敛 但内敛的衣服 就需要自身气场很强的人来驾驭 正好把吴阿姨内在的那一部分的 坚韧和力量感给突出来了 那这个发型是薇姐想的 还是亮亮想的 我们经过了商讨 当然呢 薇姐给了一些灵感 吴阿姨的这种外在的个性 我觉得她其实说话的时候 跟我交流的时候 其实很稳重 她说我可以去不断尝试自己 我不能给自己定义我适合什么 好 那我就在薇姐的基础上 再去升华 让她有一个张扬的个性 每一个战队好像自然组成之后 他们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有团魂和融合 跟我们的时光主理人们在融合 这场大秀对于他们来说 应该意义也非凡 很有意思 这个时光大秀让我们充满了期待 太期待了 王沛加入玫瑰战队 吴伯涛加入星辰战队 现在这两支战队已经全部满园 舰脊战队 华肠传奇战队 分别剩下一个名额 最后的两位时光美人将会如何选择呢 我们现在有空于席位的战队 分别是甜甜姐跟胡老师 我想劝你们两个稍微留意一下 要把握住 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一听 这组时光美人的故事 还是老规矩 咱们先开衣橱 3 2 1 走 藏在时光衣橱里的时光秘籍 展示妈妈们重要服饰和物品的时光衣橱里 将会蕴含怎样的故事 还是先看你那一边 合一边的小裙 这个好少女心啊 这边看着好像挺复古 这是个裤子啊 都挺年轻的 颜色特别鲜艳 让我有点琢磨不透她的年龄段 一个绘本 老鼠 娶新娘 小的时候那个童话故事 跟小朋友有关 天真浪漫的感觉 这个妈妈可能是这个熟绘的吗 我这一边 衣服的这个款式都相对还是比较统一 端庄 素雅 很传统 尺寸也很小 应该身材也很棒 礼物盒里面 除了我们的时光相册之外 哇 茶勺 茶勺是吗 我猜想应该是 那可能这位妈妈她的职业就是跟茶相关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的时光伟人们出场吧 我的名字叫白雪 今年六十了 是一名幼儿老师 我觉得心里充满阳光 这是我保持年轻的一个秘诀 我名字叫方亦如 今年六十八 我是一名高级评察师 我不办时光的密集 就是雨差两年 欢迎两位阿姨 很明显 这位阿姨是这个衣橱的主人 真的吗 你看看这个辫子的这个书法 包括都背带裤 特别潮 对 白雪姐姐刚才我们在猜您的职业 您是不是从事跟小朋友相关的职业 我呢是从事幼教的 你手里拿的应该是白雪姐的相册 对 第一张小朋友们 这个是我自己手工制作的挂例子 和中文子做的幼儿时装 全是用纸做的包包啊 头上的那个辫子就是用中文子编的 属于环保再造 对对对 这是带孩子参加的一个全国的一个绘画比赛 这一本相册都是您跟孩子们相处的这些相册 对对对 这是在学校的时候参加的一个表演 叫《老鼠取青》 小朋友嘛 他比较喜欢就是说动感的东西 一个故事 如果我们就这样子平铺的去给他讲述的话 他会觉得枯燥 他会分心 他会注意力转移 那我们一定是要有感官的 视觉的 然后动感的 触摸的都要有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把它编成一个舞台剧 那么再根据孩子的特长 有些孩子的表演能力或者舞蹈能力比较强 那么他就是在前面拿手绢 舞秧歌啊这种的 然后还有一部分孩子呢 个子比较大比较壮 还就抬花轿 这个表演后来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白雪姐姐我发现了 不仅是个优秀的幼师 还是一个知名的导演 还是一个造型师 化妆师 您是全能 你注意到没有 刚刚白雪姐说话的时候 她的面部表情非常的丰富 这个应该是您 就一直跟小朋友打交道的一个 下意识的习惯 本身我们的表情生动的话 一定会抓住他 你比如说 啊老师可爱你了 对吧宝宝 您肯定是特别受孩子们喜爱的 对的 包括我会觉得 您的这个表情表达的方式 就是所有的这一切一切 都是保持年轻的一个秘诀 谢谢谢谢 我羡慕你 那么欢快快乐 然后带给小孩子们 让我们的心态年轻 因为我也是想年轻的这种人 其实我很欣赏方姐姐的这种儒雅 我每次就说我要 我要有涵养一点 我要儒雅一点 真的就是一动一径 属于不同风格的美人 对不同风格 那您的工作就是跟茶有关 对啊你们猜对了 是做茶叶生意 茶叶 所以这个东西是茶勺对吗 这个东西我就是带了一套茶具来的 我给你们主力人就是有一点压力 让你们猜不出 但是我觉得你们很聪明 猜出了 他第一个就猜出来了 挺棒 小时候呢 在学弄劳动的时候 我就去採茶 遮茶 采茶 炒茶 这样呢自己就喜欢上了茶叶 在做生意当中呢 觉得茶的姿势不够 那我先后呢 在茶叶研究院 我去学习 从品茶园 高级品茶园 然后去品茶师 高级品茶师 这十几年当中 我就是全都考出来了 所以这一次选择这个时光礼物 是你的小茶勺 小茶勺 因为既是梦想也是职业 对 也拿来了一套茶具 还有茶席 哇好讲究 我想让你们今天猜 我拿来的是什么茶 给你们泡来喝 品品茶 这样好了 还是我 现在就泡来给你们喝 好 起初的茶叶呢 就是洗杯 这都是我专业手法的 动作是特别缓的 到现在的嘴部呢 就是凤网先点头 哇 功夫全在手上 其实仔细看 方老师在倒茶的时候 嘴角都是上扬的 就一定是面部表情和这些茶 一定要融为一体 才能品的有滋味 品到的茶都是美美的 对 我来给你晃 可以 真的 可以啊 但是茶 但是你 不是的 不是的 你茶要 手要放到下面一点 一个一个的 等会人家要喝茶的 我们一定要在三分之一的地方 白徐老师想的是 我把它都摇凉快了 大家都好喝 对 可以喝了吗 可以了 白徐老师看哦 有群提示在场所有急性子 看哦 其实你妈说我是 柔和的 起先呢 我也是一个节性子 我在跟茶农 打交道的时候 今天茶医特别多 要包装什么呢 又着急了 款式没收到 又着急了 心理的负担很重 身体呢 在忙之中呢 我也得了一个很大的病 癌症病人了我是 我儿子看到我 妈妈你太辛苦了 你已经老了不少 他说妈妈我一定要来帮你 你就是好好去养生 养心 那我说我该是换出来了 对啊 该享受生活了嘛 对 后来就是 从一个癌症的 这样的一个病人 把自己的性格慢慢也变成柔和的 这都规矩于就是茶叶 从打拼到现在开始慢下来 享受生活 享受自己现在慢慢的每一天 就心轻了 心轻自然就很年轻 在了解时光美人故事后 仅剩一个名额的剑气战队 和华长传奇战队 将对心仪的时光美人 发出组队邀请 并进行装造提案 时光美人最终将如何抉择 我身边这一位胡老师 已经跃跃欲试 甚至想把两位都收入麾下 提出您的案子 我就想通过 对于中国古代服饰的一个复原 然后让大家 能够看到千年前 百年前的那个自己 通过一个造型 体验另外一种人生 我给 我给方老师来做一个造型的话 可能我会受 大家想不到的 另外的一个形象 我有写胡 我们胡老师 欢迎方姐 我可能跟刚才这位老师 不太一样 我可能会更加偏向于说 如何能够把这种传统的元素 能够跟现代的一些服装 礼服去结合 我觉得相对来讲 会对于我来说 比较有突破一点的是 园长姐姐 就是带有这种 天使的羽翼的这种感觉 真的吗 我要尝试 我要尝试 在最终的时光大秀前 将会有一个市装环节 时光逐一人将会为妈妈们 打造怎样的专属装造 白雪老师 就是简直就一看见你 就开心就高兴 就有活力 对 我觉得你们俩 真的是班主任带着小孩 非常开心 为我们白雪老师 有什么好的提案 结合我们白雪老师 她的性格 和她过往的这个经历 我们给白雪老师 准备了仙女的公主的这种战场 对 我记得 我记得之前您说过 有一个翅膀一样的一组 对 她带着天使的羽翼 而且专门主打的就是 无灵无际 而且呢 结合我们白雪老师的性格 又能呈现出来 她的有感有为的特点 白雪阿姨 我们用这种非常干净的 这种月光白 去把她的这种 内心的这种丰富 多彩 给她更多的 让她绽放起来 让衣服相对来讲 更趋向于这种极简 但是呢 又有这种翩翩起舞的那种 像天使的羽翼一样 就如同说 她好像是一只天鹅 张开翅膀的时候 她在护着她的这些 孩子们的这种感觉 她自己本身 像是一颗小太阳 她照耀着身边的 所有的这些祖国的花朵 那同时呢 在每一个孩子的心目当中 她又是一道美丽的白月光 就是在一生当中 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记 这个就是我对于白雪阿姨 给她的一个策划 并且我希望她自己能觉得 这是她一生当中的 值得纪念的一个瞬间 我觉得幼稚园的小朋友 看见你这样啊 我觉得真的都像那个 白鸟嘲讽一下 全都在往你身上扑 是的 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这个薄镜呢 它有一个我们的 中国传统的这种瓶镜 像那个花瓶一样的 这种利领 对 然后整个爬起来的 这种感觉 它会也很修饰 我们的这个薄镜的效果 然后看起来脸也更小一点 我觉得甜甜老师这块 就是真的能够 因人而设计 针对每个人 进行了美的创造 我觉得特别好 而且呢 像这种白色的衣服呢 它会很衬肤色 就是我们在穿上之后 它会有这种 行走的打光板一样的 这种效果 在上镜的时候 我们会让面部更加平整 然后整个穿起来 是属于自带滤镜的效果 美美的 我都在想 一会儿给你做一个 什么样的头发呢 一定要高高的 然后扎一个高高的丸子头 就可以了 就一定要干净 没错 我觉得再多的修饰 就会抢了它的风头 一定就是以你一个 最美的一个状态 最简洁的一个状态 呈现这衣服的美丽 我觉得特别好 自身的一种 自身就好看 红绪的那种感觉 没错 全是这套衣服的美 真的 太期待了 好 那咱们借着装发 好的 谢谢 期待一会儿的时装 好的 胡老师这边 给咱们方阿姨是一个 什么样的提案 因为方阿姨整体给我的感觉 是一种既有大气的一面 也有人淡如菊的一面 就像她从事的行业一样 是需要有文化底蕴 才能做得好的 所以我们就给阿姨 选了唐代的服饰 方老师她本来就有一种 富有诗书气字华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们选择了唐代的 并且唐代的服饰在颜色上面 妆容上面 跟方老师本身的气质 是非常非常契合的 另外就是方老师也跟我讲 她没有尝试过 她很想尝试 那么我们就用这样一种方式 让方老师变身为一位 唐代的贵族美人 这几件是我们参考了 舞会飞幕的十果献客来做的一套 这是一条裙子 在记载中唐代女性 很多喜欢穿黄裙子 尤其贵族女性 然后这种折织花 就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裙子上的纹样 然后这是她的上衣衫子 这是她的飞鸟纹的一个披薄 折织花飞鸟纹 对 它是咸着一颗很漂亮的花草 这个极香的寓意的一个感觉 那这款服饰是在唐代的大概什么时期呢 这种款是一直从圣唐延续到中晚唐 那在圣唐时期我也很期待 这个咱们的发型和头饰 我觉得圣唐时期真的是很华丽 对 很华丽 所以今天这个发型也是给我们一个挑战 阿姨是短发 就是短发 所以今天就会麻烦我们的发型师小姐姐 来给方阿姨平地起高楼 来做一个特别华丽的一个造型 好 非常非常期待 好嘞 谢谢 不头 不头 您到时候告诉我们 对 因为到时候会根据您的那个这个特化 不是我们会做一个底座吗 对 看着底座能受多大的力 让我们来选择戴什么手势 如果底座不太受力的话 咱们就用小手势 对 好的 好的 方阿姨她的发型呢 是属于正常很流行的一种发型 它既有单刀的一致 所以她把它跟其他的大发剂 两并抱面地结合起来了 是正常比较流行的一个发型 用一小枝 弄一小一小嘎啦这样子 弄它多 多了就不好看 这个就这样堆在这儿啊 这个就这样堆在这儿啊 我觉得要拉起来 对 拉起来 让它像个缝 那个鸡毛件一样的 有点圆就显得有点老气 你穿那个衣服啊 要周图还要高一点 要把后面把它翘起来 我只是觉得这个发饰上面 可能应该清新洒脱一点 就是说不一定这么强硬 就是说与这个服装更吻合 验收成果的时候到了 最终的造型 会让时光美人们满意吗 接着看一看 两方最后一名队员的一个小亮相 好 三 二 一 白雪公主 我想象的白月光 应该是一个清新的一种气质 然后服装确实是流淑啊 这些都很有那种清爽 清新的一种气场 我觉得妆容上也应该搭配的 有一点清爽一点 就是飘逸一点的那种感觉 这是我可能理解的 但是呢我听我们主理仍然说到 它是要一个反差形成的一个气质 可能就是说个人的理解上的一个 不一样 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 如果说发型上能够再清新 清爽一点 我觉得可能跟这个主题和服装 也许会更有那种 白月光的一种洒脱气质吧 这个气质跟白雪姐之前的气质 完全不一样 我自己也感觉变了 变成女强人的感觉了 您自己适应这个风格吗 第一次尝试 感觉真的有白月光的感觉 因为白月光本身从外在来说 就是美丽漂亮 从对在来说 就应该是智慧 大方善良对吧 所以我觉得能够去做这样一个人 也是很美好的 田田姐跟我们讲讲 为什么给白雪姐准备这么一套 气势很强的衣服 我们其实讲究说女性怎么能够去更加完整 她一定是相对来讲就是内外兼修 越境中和的 我们更讲求的是中和之美 和谐之美 所以其实白雪阿姨平时呢 是比较活泼开朗的 然后比较外放的 但是她其实骨子里面呢 她有这种中国女性的这种典雅的 这种神韵之美 所以这个是我们给白雪阿姨做的 这一套造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既能够让她像烟花一样绽放出来 然后同时呢 又能够让她像仙子一样这样灵动 她始终就是属于那种 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一样 在保护着我们每一个小朋友 同时呢 她也能够成为每一个孩子 心中永远的白月光 这就非常期待白雪姐 在我们最后时光大秀上 你走梯台的时候 让这件衣服真正的 挥动起翅膀走上梯台的那个感觉 就靠您的演绎了 希望能够像白月光一样 照亮我们的孩子 是的 我们来看一看胡老师这一边 最后一位队员 测了 蓝盈 哇 唐代美人 我对我今天的效果我非常满意 因为让我今天做了一会 盛藏时期的唐妃子 我非常满意 也非常开心的 太美了 这个发际 成不成呢 成 不成 为了美咱都能忍了 对啊 洪老师先给我们讲讲 阿姨的这一身装束 来自于哪个朝代 有一些什么讲究 洪老师这身装束呢 其实是盛藏到中藏期间的 一个流行的款式 它这个衣服呢 有很多层次 它有它的长衫子 还有个半袖 然后呢 还有批薄 还有长裙 它的整个服装呢 它有花 有草 有叶 有鸟 是唐代非常喜欢的一种 富贵吉祥的元素 花团锦簇 对 花团锦簇的大唐 对 这个发型啊 很像唐代招手厅 是不是 是 就它这一块发际 唐代招手厅 没错 对 然后呢 它上面装饰了宝殿 还有唐代非常流行的书子 就是用书背来装饰自己的发型 然后画了非常非常好看的 这个额尖的花垫 对 还有面叶 对 今天让我穿最深 创业了那个唐代 我挺高兴 挺满意的 其实甜甜姐和胡老师这一边的三位队员 我们今天的视装环节都已经结束了 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两位我们的时光主力人 就是慢慢走就好 慢慢走就好 慢慢走就好 真的 慢慢走就已经很美了 咱们站在这里就很美了 那阿姨们可以赶快休息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全部他们的这个准备过程我都知晓 但我的期待值依然那么高 这四个人其实代表的是不同的生活方式 不同的我们对于美的理解 它应用于不同的场景 我希望他们在舞台上能够有一个碰撞 装面的话我想温望一点 发型的话也稍微收敛一点 这这么漂亮的衣服 这么漂亮的妆 所以我特别期待 而且我觉得我要好好地表现 这个发饰上面 可能应该清新洒脱一点 这一次的走秀呢 跟我以前走秀 略为不同的 就是我穿上古装 我一定加油 下周时光大秀终于拉开帷幕 也要有点飞的感觉 这个是我的秘密武器哦 比较小就大一点的这种纹理 曾经在绽放把妈妈节目中 绽放过的妈妈们 像作为惊喜嘉宾 空降秀场 更有神秘大咖 到场助阵 您想做什么动作吗 你想想 我没有想 咱们晚上再定 让我们拭目以待 十二位时光美人的终极战放 选出一位你的心目当中 直光美人王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